王立新 这大概就是尝着一家娃尔脸的好处吧 对于许多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29岁可能事业才刚刚开始 但是王立新却已经是儿女双全了 仰然非常羡慕 尤其是34岁的未婚苏醒 常常扬言要取官倒计时 当然这是好兄弟之间的玩笑话 王立新的妻子吴雅萍 也是一个幽默搞笑之人 平日里还是善娃狂漠 时不时的就会分享一波一双子女的懵罩 今日 他便再次分享了儿女的近照 并说道 你们开心就好 王立新刚出生的时候 王立新就晒出了他的脸部特写 刚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宝宝 自然都不会太好看 于是被网友们吐槽长得丑 从此王立新和大家一起黑女儿 于是王立新也就成了我们的欢乐源泉 但是王大姐分明有美人间啊 而且肤色特别败 除了眼睛像爸爸 眼角像下大了之外 其他还是很漂亮的 王大姐大概是伙食特别好 长得比同龄人快 吴雅婷在带产作卷子的时候 给女儿提前买了三岁小朋友穿的秋衣 当时王维一才两岁都不到 结果被他选弃衣服太小 王维一对着镜头吐蛇卖萌 活泼可爱 不得不输颜值真的上升了很多 物观虽然像爸爸 但恋心还是像妈妈的 弟弟的眼睛比姐姐大一些 但是姐弟两长的 几乎是还是一个母子客出来一般 弟弟叫王范树 网友们亲切的管他叫范树弟弟 如今已经一岁三个月大了 自从范树弟弟剪了齐刘海 七光头以后 就变得越发的呆忙 和姐姐拥有同款肉肉的身材 白白胖胖的脸蛋 惹人疼爱 穿着格子衫的范树弟弟好帅 拍出了梦幻的视觉感 好想把弟弟抱回家 乌雅婷是个很会拍照 也很会披图的妈妈 孩子们长大以后 再回过来看自己的童年照 都是美美的 按照目前看来 爸爸妈妈和姐姐都是十分搞怪的 就弟弟最严肃 最高冷 最正常了 还好没有被带跑偏 这真是充满了欢乐的一家子 能有这样的家庭 人生也算是完满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